所有驾驶员在参加驾驶证考试时都学习过 开车要先礼让行人 这是行车中最基础的行车规则 而通常许多驾驶员在行车中 会把这个最基础的事情忽视 近日有一个沈阳的司机朋友 就收到了这样一张罚单 原因是在过巴马线时 因为礼让行人而被罚款200元 而该司机表示很冤枉 当时车后轮都已经过了巴马线了 而行人还没有开始过马路 这也叫没有礼让吗 这样的罚单相信不少司机都收到过 这是为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行车中礼让行人的交通法则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47条规定 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 预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 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 预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 不避让行人者计三分 罚款200元 机动车在斑马线礼让行人 在国外很多国家早已经实行 这样子能对过马路的人最大限度的保护 斑马线是行人的安全线和生命线 所以再次提醒广大司机朋友 开车时除了安全驾驶外 斑马线上一定要记得礼让行人 行人至上 即便是遇到行人闯红灯的情况 机动车也要避让 况且行人闯红灯过马路 在国内见怪不怪 这样子连老司机也很难把握 别说是新手司机 扣分和罚款就在所难免了 遇到没有斑马线 但是经常有行人出没的地方 也应该减速慢行 或者停车避让行人 有斑马线的地方 即便斑马线上没有行人 在遇到红绿灯时 也尽量不要抢灯 切记减速慢行 都说宁等三分钟 不抢一秒钟 说明是可贵的 安全驾驶 文明驾驶 至关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